今天教大家做髮袋 然后准备一块布料 然后还有一截松紧袋 松紧袋宽窄都可以 因为等一下你可以配合松紧袋的大小去车 所以说松紧袋的大小宽多宽都可以 这是一个简单的髮袋 把布料正面对正面对着 如果说同学比较没有把握的话 可以自己画 那我一般来说是没画 我这个布是用丝的 它的纱会比较直 然后一样缝分是一公分 一公分的地方也是回针 回针之后就开始留一段 等一下我们要反口用的 很会翻的人不要留太大洞 那不会翻的人就留大一点 就一样把它车完车到底 一公分缝分车到底 然后有有标的人把它车上放上去 我们这次用夹的夹标夹标的做法 那如果要像刚刚车那个包的做法 平放也可以 那你就四边车 因为刚刚已经示范过了 所以我现在示范别的方法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松紧袋放进去 然后松紧袋放进去之后 对折 这是一个简单的法带 靠近你的松紧袋 把它撤起来 也是一公分 然后从里面把松紧袋拉出来 然后从里面把松紧袋拉出来 好这一边就完成了 然后另外这一边呢 另外这边呢 另外这边 我們這邊已經成型 如果說希望不要看得清楚一點的人 就要過來一點 可是這樣可能帶的時候會影響到 所以我是夾在這邊 然後呢 把鬆緊帶放在這個位置 一樣像剛剛一樣置中 置中之後 我們剛剛有留一個反口 記得反口要留在 留在你 後翻過來之後 要車鬆緊帶這一邊的位置 如果你留在這個位置 你要拉鬆緊帶就很不好拉 所以你這個反口在這個位置 你拉鬆緊帶很近 所以說再把它翻出來 然後呢跟剛剛一樣 把它對折再對折 把它扯起來 一樣一公分 然後把它拉出來 原則上其實這個髮帶就好了 然後你這個洞呢 因為很小 沒封也沒事啦 但是呢 我們還是把它封起來 跟我們做底帶的意思是一樣的 把它封起來 那用縫的呢 也可以用長針縫 基本上我都用車的 把它扯起來 因為這個帶在下面 這個地方它其實帶髮帶的時候 會帶在下面 那就是一個簡單的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髮帶 這個髮帶的功能在於 你剪包啊 或是一些 衣服的邊角料 有時候剩一條長長的 你就可以拿來做髮帶 那髮帶我們在洗臉啊 或是敷面膜的時候 都可以讓頭髮 很乖的 不要去 影響你的作業模式 這就是髮帶已經完成了 這就是髮帶已經完成了